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主要内容呢 今天讲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呢 是农村储粮减损的意义 第二个呢 是介绍农户储粮技术 第三个呢 我们介绍一下农户储粮的装具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农村储粮减损的意义 那么中国呢 众所周知是一个人口大国 农业大国 粮食的总产量和储备量 一直是居于世界首位 那么在中国 粮食的储备呢 有国家储备 也叫中央储备 和地方储备 以及农户的储粮 国家储备和地方储备呢 一般是在国有的大型储粮仓库里面 有完善的设施和先进的技术 以及专业人员来从事储备 所以说这个粮食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 但是在中国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粮食 是储藏在农户当中 因为这个农户的这个储粮呢 比较分散 量又比较小 所以说长期以来损失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在农村呢 缺乏专用的农户储粮的装具 或者叫装备 也缺乏专用的技术 更缺乏专业的人员 所以说这是一个储备比较薄弱的环节 那么农户储粮 同样是中国粮食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说保证农户储粮安全 减少农户农村储粮损失 是中国粮食储备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 农村的这个储粮啊 它是跟当地的环境条件 技术水平以及装备条件是有关系的 中国呢 这个中国的粮食产量 我们说一直在逐年升高 但是呢 完全依赖于产量的升高 或者说种植面积的扩大 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 显然是不现实的 这个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说减少农民粮食的储藏损失 这个应该说就相当于开发了无形的粮田 也就相当于了粮食的增产 甚至比粮食的增产呢 更加重要 因为这个粮食的这个增产 目前的投入是比较大的 而这个减少粮食的损失 这个产出比是远远的小于粮食增产的 所以说减少农户粮食的损失 意义更加重大 也是中国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的途径 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在中国农户储粮的主要技术有哪些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主要的储藏环节有哪些 实际上在农户储粮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每个环节只要做好 那么粮食的储藏就会安全 损失就会降低 那么首先呢 第一个环节呢 就是储粮装具的选择 粮食储藏在什么样的舱里边 或者什么样的装具里边 这个也决定了粮食是否安全 那么对于农户来讲 这个储粮的装具呢 要用专用的装具 这个装具呢 必须能够达到防潮 防虫 防鼠 这样的一些基本要求 同时呢 还要方便粮食的进出 还要外形看起来比较美观 还要达到呢 移动和收藏比较方便 这是对这个储粮装具的一些 基本的要求 那么目前在中国呢 农户储粮的专用装具 主要有这个一个呢 就是PVC的气密软仓 还有呢 这个小型的钢板仓 当然这个钢板仓 它气密性比较差 使用的时候呢 最好是配合塑料薄膜内衬 这样呢 就可以达到我们刚才说的 对农户储粮的一个基本要求 这是对储粮装具的选择 那么无论是选用 刚才说的哪一种储粮装具 那么这个装具呢 在装粮前呢 均应该保证 完整 清洁 干燥 无虫 这是对储粮装具的基本要求 第二个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装粮前 这个装具应该怎么准备 刚才说了 这个仓 这个装具 应该符合什么样的基本要求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装粮前 应该对这个装具呢 进行适当的处理 这装粮前的准备呢 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 这个装具 在使用之前 要充分的清理 就是把里边的灰尘啊 杂质啊 把它清理干净 第二个呢 应该在使用之前 最好在日光下 进行充分的晾晒 这个主要是起到 沙虫和这个干燥 这个处理完了以后呢 才能够装粮食用 这是当地的农民啊 在清理 晾晒这个装具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是一个PVC的软仓 亲密软仓 这是一个钢板仓啊 是一个比较硬的啊 有一定形状的钢板仓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粮食在入仓前 也要进行处理啊 就是粮食入仓前 应该怎么处理 粮食入仓前的处理呢 第一个要进行清理啊 比如说可以采用 封阳过筛啊 来处理 去除里边的杂质 那么这个处理完 这个杂质以后呢 这就是在当地的农民呢 在清理这个粮食中的杂质 清理完了以后呢 最好把这个粮食呢 放在场地上 院子里边啊 室外进行晾晒 这个晾晒呢 主要起到两个作用 一个呢是可以高温杀虫 再一个呢 就是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呢 由于阳光晒了以后 这个粮食的温度升高 可以使水分含量下降 达到粮食干燥 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在入仓的时候呢 我们啊 这是入仓了啊 粮食的入仓 处理完了以后 粮食就可以入仓了 入仓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 不同的情况的粮食 要分开储藏 比如说 有虫的粮食和无虫的粮食 水分高的和水分低的 杂质高的和杂质低的 新粮和沉粮 要分开储藏 这样这个方便 在储藏过程中的管理 那么在入仓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要尽快的装满一个仓 装这个仓装满了以后呢 要迅速的把它密封起来 把这口啊 入两口 这个装完以后 要把这个入两口 出两口 这些有孔的地方 容易漏气的地方呢 尽快的把它密封起来 这是入仓 下面第五个呢 就是储藏期间 我这个粮食装满仓了以后 储藏期间要保持 仓的周围环境的干净 整洁 也就是周围环境的一些清理 那么在粮仓的周围呢 我们最好保持干净 整洁 不要堆放杂物 这个仓的周围地面 也不要有散落的粮力 这样呢 以免这个生虫啊 或者是滋生老鼠 保持这个周围环境的清洁和干净 你看这是浸完粮以后 要把这个地面呢进行清理清扫 好 这第六个呢 环节呢就是日常管理了 粮食装好了 放进去了 我们要进行日常管理 日常管理的时间呢 一般是根据季节来确定的 一般夏季呢 是一周 最好一周检查一次 其他的季节 比如说到冬天 这个延长的间隔时间 可以适当的延长 那么这个日常的检查都包括什么呢 主要是一些感官检查 凉温检查 粮食含水量检查 害虫检查 和鼠害的检查 那么感官检查呢 主要是通过 手摸 眼看 和闻一闻 这个粮食的色泽 气味 有没有发生变化 这是当地的这个 农民在进行感官检查 那么 那么 量温检查呢 可以用 一般的 气温表 玻璃温度计 这个 这个农民呢 拿的就是一个普通的 玻璃温度计 插在量堆里边 也可以用 专门的 检测量温的一些 定缆 和这个检测表 配合使用 这是两个 检测量堆 温度的 检测表 量堆中 舱内要埋这个 有 传感器的电缆 这是 温度的检测 第三个呢 就是水分的检测 水分的检测呢 我们也可以用 专门的 仪器和设备 如果 没有专门的 仪器设备 我们也可以用 感官的方法 比如说 用手 抓一把 这个 粮食 摸一摸 它的干燥 程度 它的滑爽 程度 然后呢 也可以 拿一个凉力呢 用牙 咬一下 根据我们 咬的这个感觉 可以发现 这个粮食的 含水量 是高啊 是低 是安全 还是不安全 那么如果 发现问题 像我们刚才说的 感官呀 含水量啊 这个 温度啊 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呢 要及时的处理 这是日常的 检查工作 那么在这个检查 刚才说的这些水分 温度啊 和这个 呃 感官的检查过程当中呢 还要注意检查 仓的四周 包括仓上边 有没有老鼠 活动的痕迹 特别是像这种 软仓啊 软 软体仓 可能会 老鼠会把它咬破 你要及时的发现 及时的修补啊 这是 检查啊 日常的检查工作 下面第二个大问题呢 是 在农民储藏当中 农户储粮当中 常用的储藏技术 刚才说了 整个的粮食的储藏的环节 那么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在粮食的储藏过程当中 常用的储粮技术有哪些 常用的储粮技术呢 第一个 就是叫做常规储藏 所谓的常规储藏呢 它主要是包括 刚才说的那些环节 各个环节呢 要严格的做好 入仓的时候 要降水降杂 储藏期间呢 要做好防潮防煤 鼠害的防治和虫害的防治 等等这些环节 这种常规的储藏方式 也是我们国家啊 中国农户储粮最常采用的一种方式 叫做常规储藏 这是 第一个 那么在常规储藏当中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主要的过程 主要的要注意的是 降水 防虫 防煤 那么这个降水呢 通常可以采用 日光亮晒 就是把这个粮食呢 放在这个厂院里边 室外露天的地方 进行亮晒 然后这个杂质呢 我们可以通过过筛 用筛子 把这个杂质呢 把它降低 使这个粮食呢 达到干燥 那么防潮防煤怎么做呢 在常规储藏当中 防潮防煤呢 一个是要注意 在选择 储粮装具 也就是这个粮仓的时候 要选择防潮性比较好 像在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PVC的软体舱 它本身就是有很好的气密性 有很好的防潮性 如果选用那种钢板舱的话 最好在钢板舱的里边 再衬一层塑料薄膜 这样呢 可以提高它的防潮性 另外呢 在检查粮食的时候 比如刚才说的 港官检查的时候 检查粮温 检查粮食含水量的时候 最好选择在比较干燥的天气 干燥的气候条件下 再进行检查 要不然这个舱一打开 这个粮食可能含水量会增加 这是这个 在常规储藏当中 我们所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么如果在粮食储藏期间 发现虫害怎么办 就是我这个粮食里边 我发现生虫怎么办呢 在农户储粮过程当中 由于这个储粮的环境 和农民的生活环境 是密切相关的 很多这个农户家 这个粮仓就放在住室里边 或者是放在 人经常活动的这样的房间里边 没有专门的粮仓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最好不要采用化学的方法 而是采用物理的方法 比如说 筛一下 可以把虫子筛掉 拿到这个厂院里边 进行晾晒 进行晒 这个虫呢 也会晒死 也会把它这个除掉 这个如果是发现有老鼠的话 发现有鼠害的话 这个也可以采用一些物理方法 比如说一些器械 老鼠夹子呀 老鼠笼子啊 当然这个在 人们采取 比较安全的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也可以用一些 允许使用的鼠药 也是可以的 在农村这个鼠害 还是比较突出的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下一个储藏技术 刚才讲的是常规储藏 那么第二个储藏技术呢 也是在中国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储藏技术 就是这个玉米的碎藏 就是玉米不是脱了力 而是整碎整碎的储藏 这个玉米的碎藏呢 也叫裹碎储藏 这种方式主要是应用于 中国的东北农户 在东北 玉米收获的时间比较晚 10月底 这个时候才收获 那么在10月底 中国的东北 气温已经很低了 所以玉米的水分含量比较高 那这个时候呢 一般我们都是采用 碎藏的办法 就是整碎的储藏 这个时候呢 先不脱力 如果脱力的话 破碎力会很高 那么这种碎藏的方法呢 是比较经济有效的 储藏高水分玉米的方法 它主要是把玉米呢 收到庭院里以后 先不着急脱力 要把这个水分比较高的玉米碎 放在具有通风功能的 玉米碎藏仓里边 让它进行自然通风 自然降水 大概储存两三个月以后 这个水分呢 就可以达到干燥脱力的水平了 这是在东北 高水分玉米 它采用碎藏 第三个呢 这个方法呢 就是这个主要是在 我们中国的长江流域 用于偏高水分的稻谷 偏高水分稻谷的储藏方法 主要是采用通风 因为在这个中国的长江流域 特别是一些晚经稻的产区 这个经稻收获的时候呢 也是气温比较低 那这个时候粮食的含水量也比较高 收了粮食以后呢 也是要放在具有通风功能 那这个时候的通风呢 一般都是安装的有风道 有小风机来进行通风 所以说它是机械通风的一个小舱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进行这个入舱以后呢 就进行这个机械通风 可以把水分呢 很快的降下来 防止粮食发热没变 那么如果 粮食含水量非常高 又没有这种通风仓怎么办 可以采用一些 食品级的防煤剂 来半合粮食 预防发热没变 也是确保粮食安全 防止粮食的没变的 一种有效的方法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技术呢 是热密闭储藏技术 热密闭储藏技术呢 主要适用于小麦 主要适用于小麦 因为小麦的耐热性比较好 而且呢 小麦在收获的时候 气温比较高 容易在厂院里边 把小麦呢 晒到比较高的温度 所以说在 一般在小麦产区的农民 都会采用这种方式 收获以后 小麦收获以后 放在厂院里边 天气比较好 晴朗的天气 来进行晾晒 一般把这个温度呢 晒到42度以上 最好是在50度左右 这个时候呢 就会达到 沙虫 降水 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这个时候的高温的 麦子 赶快把它收起来 收成堆 然后呢 放在舱里边 放在舱里边以后呢 还可以在舱的周围 舱的上部 盖一些保温的材料 比如说 棉被啦 这些 这个棉衣啦 盖在这个舱的周围 保证这个舱里边的高温 能够持续一段时间 这样呢 就可以达到 杀虫 降低粮食含水量 保证粮食安全储藏 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是热密币储藏 这是 农民在晒这个小麦 啊 在这个地上啊 这个天气非常好的情况下 在晒这个小麦啊 是它加温 呃 那第五个呢 是自然缺氧储藏 啊 自然缺氧储藏 这个主要是利用 在密闭环境当中 粮食 以及粮食里边的害虫 呼吸作用 使这个密闭的储藏环境当中 氧浓度降低 使储藏环境达到缺氧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缺氧的同时呢 又会限制 医治粮食和害虫的呼吸 甚至能够杀虫 啊 所以说 这也是一个 呃 物理的啊 控制害虫的方法 刚才说了 这个物理方法可以晒 啊 把这个粮食晒的温度高 把虫杀死 那么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密闭储藏 啊 自然缺氧 当然这个要求 舱啊 储藏粮食的这个装具 舱密封性非常好 像刚才我们说的啊 PVC的这个软体舱 就可以达到这种自然缺氧 这样的一个标准 啊 那么这个自然密闭缺氧呢 它有一定的适用的场合啊 也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粮食都适用于这种自然密闭缺氧 首先呢 它适用于心凉 因为心凉的生理活性高 呼吸强度高 这样呢 这个缺氧的效果比较好 缺氧的速度比较快 第二个呢 这个进行七条储藏 进行这种自然缺氧的这种储藏的粮食呢 必须是干燥 杂质低 啊 因为它要密闭一段时间 在舱内密闭一段时间 如果水分高的话 它可能就发霉了 就不安全了 啊 所以说这个适用的条件 大家一定要注意 另外呢 就是对这个装具 我们刚才也说了 它因为是在一个密闭环境里边 才能达到自然缺氧 所以说要求呢 这个装具 也就是舱 必须是有 比较高的气密性 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同时呢 这个在舱 啊 这个装满粮食以后 它的入粮口 出粮口 啊 这些有孔的地方 也要严格的密闭 啊 总之要让粮食在一个 密闭 条件非常好的环境当中 才能够达到 自然缺氧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在 这是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种钢板舱 里边加一个塑料薄膜内衬 装满粮食以后 要把这个塑料薄膜呢 要严格的密封好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PVC这个软体舱 啊 在它这个上面入粮口 装满粮以后呢 要用密封条 把这个装粮口呢 严格的密封 这样呢 才会达到自然缺氧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第三个呢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在中国 专门用于农户储粮的仓 都有哪些 那么这些仓呢 都是近十年左右 啊 在中国 专门为农民储藏 研制的专用装具 呃 在中国呢 有专门进行推广使用的项目 它是在这个国家政府的组织下来完成这些专门的农户储粮装具的推广 呃 实行的是 现在目前呢 在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推广使用 呃 推广的农户呢 已经达到800多万户 所以这个推广的力度呢 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这项工程呢 还在继续进行 在中国叫做农户科学储粮工程这样的一个项目 啊 这个还在进行 十三五还要继续推广这种专用的储粮装具 那么这种装具呢 主要的有这样几个 第一叫做钢板舱 就是我们前边也看到的 它是用 不同的钢板 啊 这个是镀芯板 啊 这个是 这两个都是彩钢板 啊 就是这个钢板的外边呢 啊 经过了一些处理 啊 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这个呢 是 镀铝板 啊 就是在这个钢板外边镀铝 这个 啊 无论是镀铝铝 还是这个外边的这个彩色的处理 都是为了防腐啊 为了让这个舱使用的年代更长 防止腐蚀 那么这个 这种钢板舱呢 通常是用厚度 0.4到0.5毫米的这种钢板啊 啊 经过 卷 汗 而成的 啊 他我们刚才看了 一般都是一个圆的啊 他是一层一层的啊 一般可以三层 可以四层 啊 这个舱呢 他主要是有几层 还有顶盖组成 啊 这个舱的尺寸呢 是直径大概是 啊 1.1 到1.3米 高是1.5米 啊 高是1.5米 他的装粮的数量呢 是800到2000公斤 啊 也就是说有两吨 那么这个舱的 呃 现在在中国的使用呢 是比较广泛的 刚才说的那个 在中国的这个 农户科学储粮的 这个项目当中 很多地区 采用的都是这种舱型 啊 在这个特别是在 小麦的主产区 啊 大家这个选用的 都是这种钢板舱 那么这种舱的 特点是什么呢 这种舱外观看起来 比较美观 哎 比较漂亮 而且呢 它的容量是可调的 我如果我家里的粮食 比较少 我就装一层 也可以装两层 多了可以装三层啊 所以它这个容剂呢 是可以调的 进出粮也比较方便啊 我刚开始只装一层 就往里边 拿口袋往里边倒就行了 出粮呢 在这个下边 你看 都有各种不同的 这个出粮口啊 最下边这一层 是有出粮口的啊 这个需要取粮食的时候 把这个出粮口打开 粮食就流出来了啊 所以进出粮比较防 比较方便 而且呢 这个防鼠性比较强 它比较这个 是钢板 比较坚硬 这个老鼠是咬不动的 而且呢 这个舱呢 还可以移动比较方便 我这一次放在这儿了 下一次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所以说 它的这个 很多优点 价格呢 也比较便宜 寿命也比较长 所以这种舱呢 在中国 现在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这是这个 呃 在前边那一舱的基础上呢 进行了改造 呃 因为这个钢板舱 它有很多的优点 我们刚才说了 但是它的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这是在钢板舱里面 装的风机 装的风道 啊 可以装高水分粮进行通风的 那么这种舱的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密封性比较差 防潮性比较差 呃 也可以当然里边装一个塑料薄膜 也是可以的 呃 但是后来呢 这个科研人员又对这种舱呢 进行了 改造 啊 进行了改进 主要是增加它的亲密性 在这个各层上面加一个密封条 啊 在这个出两口的里边 啊 加上 三个密封条 啊 使这个口 出两口这个地方 它因为主要是这个漏气的地方 主要是这个出两口 和这些层 接的地方 啊 各层接 相接的这地方 这就是出两口 所以在这些地方呢 加上各种密封条 它的密封性 密封性 就大大提高了 这第一种 第二种呢 也是我们刚才说的是 软体 密封舱 啊 软体 舱 这个软体舱呢 它是用这个 一种 新型的 一种材料 就是它的基料呢 是尼龙 然后呢 在这个尼龙的双面 喷上 PVC 也就是聚氯乙烯 啊 在这个尼龙的双面 喷上这个聚氯乙烯 经过热粘盒 和粘盒 等等工艺 生产出来的这种舱 呃 这种舱呢 它有很多的专利 啊 也是专利产品 那么这种舱呢 它的这个最大的 优点是什么呢 密封性好 防潮性好 而且不用的时候呢 收藏比较方便 这就是一个 没有装粮的空舱 它就这么一点点 不占什么空间 啊 这装粮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下边呢 也有出粮口 这是装粮口 这下边呢 是它的出粮口 啊 把出粮口打开 就可以很方便的取粮食 啊 所以它的特点呢 就是 气密性非常好 而且呢 还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加工成各种仓容的 这个袋子嘛 就是一个大袋子 我可以做的大 可以做的小 啊 这个收藏保管容易 不装粮的时候 很小啊 收藏 运输 都很方便 啊 而且呢 价格也比较便宜 啊 也防潮性 也比较好 啊 这个虫子也爬不进去 啊 这是这个 第二种 第三种呢 叫做地下舱 啊 地下储粮 地下舱 那么这个地下舱呢 地下舱 在大型的国储库里面也有 啊 我们说地下呢 它是温度比较稳定的 比较恒定的 受气温影响比较小 所以说 这个 地下储藏 农户呢 也可以 把这个粮食储藏在地下 那么地下舱呢 它主要是用一些 砖 和水泥 垒的这个池子 啊 垒的这个池子 这些 地下储藏的这个池子呢 可以建在室外 也可以建在室内 啊 我这个室内挖一个池子 然后上面呢 我还可以放桌子呀 放柜子呀 放床啊 啊 等等都不影响使用 它不占面积 那么为了防止这个地下 比较潮湿 我们在里边呢 一定要 衬一层塑料薄膜 啊 这个地下舱 可以散装 也可以包装 我把这个粮食装成 一袋一袋的放到这个里边 这个取的时候啊 粮食拿出来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 啊 这种舱呢 它的特点就是 不占地 不占空间 啊 而且呢 粮食比较稳定 温度啊 湿度啊 啊 都比较稳定 不容易生虫 啊 粮食的储藏安全性比较高 而且呢 也防暑 啊 我们把这个上面盖好了 盖盐了 这个老鼠也是进不去的 使用的年限又比较长 啊 这是地下舱 第四种呢 是聚以吸板组合舱 它是用啊 这个 二到2.5毫米厚的 聚以吸板 啊 经过这个 这样的 这是聚以吸板 啊 经过这个 是一片了啊 然后把它折合成一个圆的 啊 用这个 螺钉 螺丝啊 把它 组合起来 啊 也可以做成多层的 然后上面再配上 专门的盖 下面有专用的底 啊 这样组合起来的 啊 就是聚以吸 这个组合舱 那么这种组合舱呢 和刚才实际上 钢板舱 形式差不多 啊 也是多层的 啊 也是使用比较灵活啊 它的成本 可能比钢板舱的成本 还要低 啊 而且呢 它的颜色呢 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 颜色非常鲜艳的 啊 比较漂亮的外观 啊 这个 气密性 也要比钢板舱的 气密性要好 啊 这是 第四种 第五种呢 叫做梯下层 啊 就是楼梯下边 我们可以建一个舱 它是这样的 楼梯下边 这个空间呢 一般 就浪费掉了 啊 没有什么建筑物 也 也没法利用 但是如果在建舱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小小的空间 把它利用起来 在楼梯下边 这个小空间 建一个舱 啊 粮食 专门储藏在这个舱里边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啊 现在这个新的 新的这个农户 如果在建舱的话 啊 在农户在建 这个新房子的话 可以建一个这样的梯下舱 啊 这个梯下舱呢 它可以防鼠 防虫 防潮 气密性也比较好 主要是装的粮食比较多 啊 可以装到三到六吨的粮食 啊 这个装的量 是比较大的 啊 第六种舱呢 叫做 啊 水泥板的 组合舱 啊 它是把这个 啊 舱呢 根据不同的结构 啊 然后先预制成各种板 你看这个舱 啊 这一个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然后呢 这有一个板 啊 啊 啊 顶 边 都是用预制板 然后把它组装起来 啊 这是叫做水泥板 啊 啊 这个组合舱 这种舱呢 它也是仓容量可以比较大 啊 仓容量比较大 嗯 它的隔热性比较好 防鼠性 防虫性 也比较好 啊 仓容量可以做的比较大 这是 也有这种舱型 最后一种舱型呢 叫做 刚往式自然干燥藏 啊 这种舱呢 就是结合我们刚才说的玉米的碎藏 啊 主要是适用于中国 东北地区的农户 刚才讲的这个碎藏 就是这样的 当然 农民家里面一般这个碎藏 它 它 做的这个 这种通风舱 啊 碎藏这个舱是比较简易的 这是我们近几年研制出来的 在农村 现在正在推广的 啊 叫做 钢往式自然干燥藏 呃 收的玉米呢 我刚才说了 水泥含量比较高 啊 不能脱力 也不能堆在屋子里面 它会发热没烂的 把这个舱呢 放在室外 啊 放在外面的场地里边 然后呢 把这个高水分的玉米碎 放在这个里边 这是方宝 它是透空气的 啊 通过自然的风吹 啊 量 就可以把玉米呢 水分降下来 降到安全储藏的半户之内 所以这种舱呢 都要是适应于东北地区 去储藏 高水分的玉米碎 来用的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 啊 农村储粮啊 啊 农户储粮技术与装备 就给大家介绍了 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